在1929年的古田会议上,中共确立了党指挥枪的原则 然而85年过去了,在今年10月30号到11月2号的中共全军新古田会议上 中共军委主席习近平是再次强调了军队坚持党的领导 此后,中共的官方各大媒体对此时纷纷表态,强调党指挥枪的重要性 很多媒体还批判了军队国家化的论调 解放军报、新华网等中共媒体近来连续发表评论员文章纪念古田会议 并进一步强化党指挥枪的理念,清除军队国家化的杂音 环球时报评论说,散布军队国家化的可谓是一批星狠黑的力量 在这一核心问题上,跟着摇旗呐喊的,大概是中国最糊涂的一批人 红二代少将罗元则宣称,中共军队国家化,亡党亡国 现在习近平上台之后,他更要拉军队拉得紧紧的 不拉军队拉住,共产党就完蛋了 为什么罗元在写的文章上,军队国家化就亡党亡国 是的,共产党要亡 我们要问一下为什么共产党不可以亡呢 美国中文杂志,中国事务总编辑武凡表示 军队是老百姓纳税养的 为什么归于一个党,听一个党指挥呢 大陆知名学者曹思源,最近在网上撰文表示 研究完世界上110个国家的宪法 他发现,84个国家规定军队归属政府 即使没有在宪法中做出规定的国家 军队实际上也是归属政府 他认为,世界各国军队国家化是大势所趋 曹思源教授还揭示 从毛泽东选集中看出 毛在1945年曾明确地说 军队是国家的 前中共总理周恩来还在1946年1月16号 曾代表中共公布了军队国家化的具体标准 军队不属于个人 军队不属于派系 军队不属于地方 军队不属于政党 军队属于国家 威权力师李方平也在社交媒体上 发了一张标为1944年新华日报的图片 图片上写道 军队国家化是新中国的基本国策 党卫军是法西斯和蒋介石才干的事情 是欺骗人民的卑鄙手段 武凡表示 武凡表示中共自己建政后完全变了 死死的把军队控制在他的手下 是名副其实的党卫军 但现在台湾的军队已经国家化了 其实近年来 针对中共军队是否应该国家化的讨论 声音不断增加 据说18大前 中共总参谋部副总参谋长张庆生 就因为公开主张军队国家化 被军委停了职 近来 随着徐才厚落马引发的军队异动 中共也升高了批判军队国家化的调门 中共军委第一副主席徐奇亮撞文称 要善于从法理高度 旗帜宣明 批驳军队非党化 非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 国防大学教授龚方斌也回应说 军队国家化没有法理基础 中国社会民主党 中央委员会主持人刘英权指出 大陆的宪法是中共起草 并让人大这个橡皮图章强行通过的 这个宪法不是人民表决产生的 产生的本身就不合法 刘英权认为 军队成为党卫军 就是当年希特勒纳粹 给世界造成灾难的根本原因 现在全世界都走向军队国家化 但中共以中国特殊为由而反对 就是想维持对中国人的奴役 刘英权指出 中共制造了多种中国特色谎言 想中国人素质低 不能搞民主 不能有人权 目的是维护他们在中国为所欲为的专制统治